第121章 魔都上海 莫凡也很是无奈 博城这座城市肯定没法继续待下去了 天知道一苍狼会不会再杀过来 军方不可能派人永久地守护在这里 本身博城这样偏僻的城市 正是因为某些非常特有的资源 才发展成为一座小城 眼下那些资源基本上被黑教廷掠夺殆尽 最重要的地圣权 更是被莫凡直接点喝了 就这事 莫凡已经不是一次被请去喝茶了 只不过杨作和 穆卓云 展空等人都没有太过去追究了 不管怎么说 能够让博城还有这么多幸存者 莫凡功不可没 莫凡 你现在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老爸 我听你的 你决定去哪 就去哪 莫嘉欣对莫凡说道 到魔都去吧 莫凡脱口而出 南部的第一大城自然是魔都上海 还在科学世界的时候 莫凡就想到这座超级大城市里打拼打拼 想来这魔法世界的魔都上海 必定让全国各地无数魔法师向往的都城 上海房价很高的 我先去看看 有没有魔都上海 给我们博城的安置房 莫嘉欣说道 心下就没有什么好发言的 反正莫凡去哪 他就去哪 没过多久 莫嘉欣就跑回来了 一脸笑容地对莫凡和心下说道 你别说 还真有魔都上海 给我们博城的安置小区 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把名字报上去了 说走就走 一家三口快速地收拾了行囊 其实也没有什么行囊啊 本身房子就已经卖掉了 话说回来 莫嘉欣也蛮有预见性的 仿佛能够提前知道 博城有大灾难一般 那地产 爱谁谁去 整个博城现在都已经被军方给收走了 莫贺这个博城地产大户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乘车到了离博城最近的厦门岛 再从厦门坐动车一路前往魔都上海 话说起来 动车线路上要是跑出妖魔来怎么办 坐在动车内 莫凡脑子里不禁冒起了这样一个问题来 动车线路都属于安界 有节节保护的 心下解释道 话说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莫凡摸了摸自己的鼻梁 有些尴尬地说道 感觉莫凡哥哥就像穿越过来的一样 好多常识都不知道 心下偷偷地笑着道 是啊 我来自一个科学世界 那里的学校 可不会学这些枯燥无聊的魔法 而是非常有意思的科学理论 他们把一切现象都用科学来解释 哪里像这里 魔法 在我们那都是迷信好吗 莫凡义正言辞地说道 心下估计好久没有看到 有人这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 听得一愣一愣的 瞎扯些什么东西 就你们这种不上镜的学生 成天幻想着那些不魔法的科学 没有那些伟人对魔法的探索 哪有你们现在的家电 电脑 交通工具 更别说坐上动车这种 以雷系驱动法图来实现的巨型机车 一点都不懂得尊重历史 尊重先辈 坐在莫凡旁边的一位 黑发黑胡须的老者说道 莫凡听完这番话 整个人都不好了 好吧 莫凡本以为 自己经过了三年 已经适应了这种变化 可老先生说 动车是用雷系驱动法图来运行的时候 他还是感觉自己智商有点不够用 老先生啊 我儿子就爱说些稀奇古怪的话 别往心里去 老先生也去上海吗 莫嘉欣就是人缘好 马上与老先生攀谈了起来 是啊 在厦门做完研讨会 回上海 听您说话的语气 莫非您是一位老教授 莫嘉欣继续问道 老先生摸了摸胡须 眼角有了几分笑意 道 明珠学府历史教授 莫嘉欣一听 脸上马上多了几分崇敬之色 莫凡也惊讶地看了看这个黑胡须的老头 像自己之前世界上海的交大 复旦 反倒是上海明珠学府一家独大 可以说是所有魔法师梦寐以求的魔法大学 本身没有发生博城灾难的话 莫凡是要考上海明珠大学的 眼下整个博城安置人口上 就已经是巨大的工程了 考生们多半被安排到别的高校政府出资的 再学一年 来年再加入魔法高考 魔法高中对莫凡这种 已经抵达了中间魔法师级别的人来说 已经没有一点卵用了 现在莫凡就是要入魔法大学 第二次觉醒的觉醒时是相当昂贵的 并且这种东西一般掌握在学校 魔法协会 军方 名世家的手上 黑石里想买都未必买得到 到了中阶级别 莫凡不仅可以施展出雷系与火系的中阶魔法 更将获得一次新的觉醒机会 所以 到了魔都上海之后 莫凡首要做的事情 就是选择一个可以让自己第二次觉醒的组织 比较合适的就是进入魔法协会 以自己现在的修为 要入魔法协会肯定不成问题 但魔法大学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魔法协会终究是一个成熟的组织 他们有自己需要培养的魔法师 有特定的职务 有正统的分配资源 莫凡一个中阶魔法师 到上海这种大城市的魔法协会之中 也未必就能够有多大的好处 最好的办法 还是走魔法学校 魔法学校一直立志于培养 资源的分配上 也是能者多得 到时候 还得去打听打听 明珠学府是否有特招生什么的 像自己这种擅长泡妞 呃 擅长雷系的魔法师 是否会有特别的优待 话说 旁边不就一位明珠学府的老教授吗 问问他就好了 老先生 明珠学府有没有特招啊 莫凡问道 特招 除非是在某个领域 有非常杰出表现的 否则以明珠学府的眼界 基本上没有特招这个概念 老教授说着 上下打量着 看上去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 莫凡 开口问道 你想进明珠学府 原计划是要考那里 那你就直接通过高考考吧 特招就不要想了 本身明珠学府就汇聚的是 全国各地最出色 和最有潜力的学生 能够在数千万的考生之中 脱颖而出都 已经是相当相当特殊了 老教授说道 那有还是没有 莫凡很直接地问道 有 当然有 但我并不觉得 那是正常人可以完成的 第12章 心之痕 最后 那个该死的老教授 也没有告诉莫凡 究竟特招需要什么条件 按照博城那边给的地址 莫凡一家子 也总算找到了安置区域 一同被安置到这里的 大概有一千多人的样子 正好塞满了一个小区 小区乍一看是很简洁舒适 事实上 整个工程都是偷工减料 楼层与楼层之间的间隔相当致矮 住在里面 就像住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盒子中 相当压抑 用莫加新的话说 有敌方住就不错了 莫凡也没啥好抱怨的 考虑到心下的问题 居委会那边给安排在了一楼住 原本以为到了魔都上海 自己能够马上看到 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繁华四景 谁知往小区周围一看 尼玛比博城还荒凉 灾后的博城 魔都上海的郊区 相当相当郊区的地方 根据那些已经入住的邻居们反映 到上海市区 只需要坐20分钟公交车 就抵达了地铁站 再乘一个半小时的地铁 就能够看见大上海市区 也就是说 去一趟得两个小时 回来一趟也是两个小时 骂了个蛋 要手上还有钱 莫凡直接收拾行囊 走人了 自己怎么就可以相信政府安排的 住宿会是在花红柳绿的城市里呢 这鬼地方连博城都不如 钱赶紧得赚钱 自己好歹是一个中阶魔法师 来钱的速度应该蛮快的 赶紧赚到钱搬家 租个地方住 也好过在这荒芜人烟的上海郊区里 都怀疑 这里大半夜能跑出妖魔来 莫嘉欣是很随遇而安 找工作的速度也是神快 马上就回归他的老本行 坐一名司机 心下则不打算去学校了 这上海郊区估计也没魔法学校 市里的来回相当不方便 所以他打算在家自学 来年直接参加魔法高考 事实上治愈系的法师 各大医院都非常抢手的 只不过莫凡并不想那么早 让心下步入社会 像他这种情况还是乖乖地 待在一个山清水秀的校园里 好 莫嘉欣开始忙碌他的新工作 心下在家里面自学 明修 他们两个显得非常适应的样子 莫凡也没有闲着 手上的钱不多 维持他们这样比较朴素的生活 却没有多大问题 但仅仅个十万块 想要换一个环境生活 却太过勉强了 更何况这十万人民币 莫凡得用来买心之痕 心之痕这东西 对莫凡来说非常重要 在他的魔法星云内 一共有整整49颗的星子 过去 便可以释放出出阶魔法来 可中阶魔法的难度 却要比出阶高了不知多少倍 首先 莫凡得先将星子 连成特殊的星轨 星轨再与星轨相连 变成一个完整的星图 这样才算是开启了 中阶魔法之门 才能够彻底互换出中阶魔法 一个刚迈入中阶的魔法师 要在最初的时候 没有一点点失误地 将整整49颗星子给连起来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一方面 你根本记不住星图的图案 另一方面 精神根本不可能保持 那么长时间的高度集中 星之痕是一种魔法卷轴 它的效果 有些类似于唐月老师 送给莫凡的星图之书 和星图之书 可以直接将 所有星子完整相连 有所不同 星之痕更像是 假如要将星图 比喻成一个笔划非常多 笔顺很复杂的汉字的话 那么星之痕就有点像每个不守 笔划的字帖 刚迈入中阶的魔法师 非常需要星之痕来引导 来规范 否则连成一个 莫名其妙的星之图案来是 根本不可能施展出魔法的 一本星之痕 五万块 莫凡一共要买两本 一本是火系的 一本是雷系的 也就是说 自己之前在猎妖队 好不容易赚的十万块钱 就买这该死的魔法字帖 就一下子消耗殆尽了 初阶魔法师级别的时候 要想出类拔萃的话 大家族 就得为他们的孩子 烧很多的钱了 眼下到了中阶魔法师级别 简直就是抢钱啊 尼玛 就为了买一个辅助把控的道具 就五万 现在比较差的车 五万块钱都下得来好吗 总而言之 短时间内是没有钱换地方住了 也正好 在这荒芜人烟的地方 潜心修炼 什么方式来钱换 无庸置疑的是 猎杀妖魔 猎杀妖魔的话 没有中阶魔法对付起来 终究很费劲 光想想 那一个超级暴力的火焰 拳头砸过去 莫凡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 什么妖魔鬼怪 不得全变成 票子进自己口袋 况且 雷系的中阶魔法 到现在 莫凡都还没有使用过 唐岳老师送给自己的 全部都是火系的新图之书 火系的中阶猎权 已经如此霸道 身为元素之手的 雷系又得怎样个吊炸天 修炼 修炼 赶紧好好修炼 不把神功炼成 试不出门 莫凡干尽十足 不愿意耽搁一天的 在这安置的房屋里面 开始明修 明修是必不可少的课程 莫凡大约估算过 现在自己的蓝量 估计释放三个中阶魔法 就要晕眩了 当时要不是诱心下的 治愈效果 在 在露台释放猎拳的时候 估计就要昏倒 明修过后 就是练习把控 整整四十九颗星子 不再是组成单调的一条星轨 而是更加复杂交错的星图 光是看到那些 撒谎狂奔的不听话的星子们 莫凡就一阵头疼 顿时有种无从下手的赶脚 小泥秋啊 爹我能不能一直牛逼下去 就全靠你了 要不给我 好好附阻爹修炼 我就把你给卖了 市场上星辰魔器 都卖掉了天价 更何况你这种 吞了地圣拳跳了 不知道多少个级别的修炼魔器 莫凡对着小泥秋 喋喋不休道 吸纳了地圣拳 小泥秋坠 已经不知跳了多少个级别 现在 莫凡也不知道 如何鉴定小泥秋坠的品质了 总之 绝对不可能是 之前小小的星辰魔器 第123章 唐月的邀请 现在 即便是莫凡不进入明修 他的星云 也会处在一个成长的状态 这种成长速度 恐怕还不慢 具体小泥秋坠 提供了多少修炼提升 莫凡暂时没有什么 对比 总之 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莫凡什么事都不做 就是潜心修炼 他也不确定 自己能否像当初 学习初见莫凡那样 仅仅使用半年的时间 便完成了 释放 好 怎么都是练习了 有快一个月了 看看自己的极限 能够到多少 莫凡鼓足了劲 准备以自己最大的限度 去将所有星子给连起来 通过星之痕 莫凡 已经非常熟悉了 星子与星子相连的 轨迹与方式 接下去就看 莫凡究竟能够 把控住多少颗星子了 前七颗自然不用说了 他们正式组成 初阶魔法的七颗星子 莫凡无比娴熟地 将他们连成了 一道完整的星轨 把控继续 莫凡开始 让其他快速飘动的星子 听从自己的指令 第八颗星子 很是听话 莫凡没少跟他进行沟通 经过了双方友好协商 第八颗星子在 莫凡搬入到 安置房的第一个星期 就妥协了 第九颗星子 就明显不太好说话了 莫凡是威逼利诱之下 才终于让之屈服 有的时候 稍稍不专心的话 在这第九颗星子上 就很容易出现断裂问题 所谓的断裂 就是把控星子的过程中 受到外界干扰 或者自身精神力不够集中 导致星子没有把控住 和出阶时 完全一样 一旦有一颗星子 衔接失败 整个星轨会呈现 多米诺牌 哗啦啦的全部倒下 于是一切从头开始 很好 很好 接下去是第十颗 第九颗顺利完成之后 马上就到了 难度想对较高的第十颗 前九颗 都是处在同一条星轨上 它们是整个星图的主轴 莫凡必须时刻保持着 这条完整的九星星轨 不断裂的情况下 另外 再开辟一条新的星轨 完成一条星轨 或许不难 可在 已经连成一条星轨的情况下 再把控住别的星子 难度就要增加很多倍了 这相当考验魔法师的 精神集中度 康茂 康茂 莫凡在心里呐喊着 精神上更是一点都不敢放松 他清楚地记得 在自己突破到 中间魔法师的时候 精神承受了一次又一次 巨大的痛苦 他咬着牙挺过来了 事实上 假如无法挺过那种精神冲击 那么说明 你的精神力 根本无法驾驭得了 整整四十九颗星子 莫凡这段时间地 把控练习中 在第十颗星子 这里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 来了 好样的 那紫色的星子 渐渐地老实了下来 最后在莫凡控制下 老老实实地 待在了特定的方位上 一条星轨 一颗星固定的星子 这对莫凡来说 已经是跨出一大步了 至少自己已经掌握了 中间魔法星图的要领 不少中间魔法师 他们在钻研这个星图 恐怕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甚至 不少很早就抵达中间魔法师 等到能够释放出 中间魔法的时候 都已经并发苍白 星图的难度 比星轨高太多太多了 没有足够的意志力 没有自己的把控星德 就可能一辈子 卡在这个上面 莫凡的把控算很顺利了 这天一早 莫凡一如既往地 在找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练习自己已有的魔法 到了中间之后 莫凡释放出阶魔法的速度 变得非常快 现在 莫凡释放雷印和火姿 大概都只需要一 五秒 据说真正厉害的魔法师 他们出阶魔法 基本上是抬手就来 达到顺发的效果 莫凡也知道 要达到这种境界的话 练习绝对必不可少的 一 五秒的释放时间 还是偏慢了一些 一秒左右的时间 就能够直接扑到你的面前 刚完成了练习 莫凡感觉裤兜里手机在震动 莫凡打开一看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心存疑惑地接通了 喂 莫凡吗 很快 那一头传来了 一个成熟性感的声音 听的人耳朵都一阵舒服 唐岳老师 能够再听到你的声音 真是太好了 莫凡欣喜地说道 灾难爆发之后 谁都顾不得谁了 莫凡也一直 都没有见到亲爱的唐岳老师了 话说起来 倘若不是唐岳老师 送给自己的那几张新图之书 恐怕自己小命 就交代在博城了 你躲得可够远的 我问了展空 才知道 你在上海安置区 唐岳笑盈盈地说道 发生了那么多事 现在我也只想找个 亲近的地方 好好修炼 莫凡说道 怎么会跑到大魔都来呢 这里的谁可伸着呢 像牧师这样的 在这大魔都上海中 都属于小家族了 你这么爱惹事 可别招惹了某些大事家 唐岳说道 我现在就跟与世隔绝一样 安置区荒芜人烟 我想找麻烦 也得有那个环境啊 莫凡苦笑地说道 这安置区 唉 算了 都懒得说了 我在杭州偏北的一个镇子上 执行任务 你要没什么事 就过来一趟吧 我正好也给你引荐引荐 唐岳说道 执行任务 唐岳老师 您到底何方神圣啊 能不能给学生 我透露那么一点点 莫凡说道 莫凡已经问过了 星途之书这种东西 真就是有钱都买不到的 自己的唐岳老师 一出手 就是四张 摆明了 就不是高中老师那么简单啊 到时候再告诉你 那么你来还是不来 唐岳神秘地说道 来 当然来 你应该是到达 中间魔法师了吧 呃 这你都知道 莫凡尴尬的一笑 迈入中间魔法师这件事 莫凡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毕竟实力这东西暴露了 过多 对自己越不利 正好 我们需要一位雷法师 孙蛇 我星途还没练成 没事 我给你准备了雷系的星途之书 你家是卖这个的呀 怎么跟大白菜一样 这东西 我听说是属于 被某个势力控制着 不会流入到市场上的 唐岳姐姐 你不会就是出自 那个大势力的吧 莫凡说道 问那么多干嘛 这次帮我们完成任务 少不了你的好处 觉醒时能有吗 觉醒时 行吧 干完这一票 我可以带你去魔法协会觉醒 莫凡听得一阵蛋疼 什么叫干完这一票 美女 你是一位人民教师好吗 注意措辞 第124章 杭州离上海很近 亦或者上海的郊区 都基本上要和杭州的郊区交界了 莫凡按照成熟迷人的 唐岳老师的指示 抵达了杭州北面的一座江南小镇 小镇名叫汐水 听上去还是蛮有几分韵味在的 但是当莫凡坐车 抵达那里之后才发现 这个小镇到处都是 均裂的泥土和荒废的田地 和莫凡脑海之中 所谓的江南水乡 还真有着天差地别 细个毛的水 别说河流了 连一条小溪都没有看见 泡个脚都成了巨大的问题 小镇似乎以前 还是不错的旅游景点 镇子里出现了一些 比较复古的客栈 莫凡按照唐岳大美女 给的地址 找到了有间客栈 一眼便留意到了 坐在狼窗边那位端坐着 身材呈现惊人S弧度的韵味 妙龄老师 这让莫凡心情没来由的一阵 好 瞧瞧那滚圆滚圆的团啊 傲人雄伟的双风 唐岳老师 你确定你不信藏 唐岳似乎察觉到了莫凡 头发潇洒的一扫 那双秋水明眸 笑盈盈地注视着 前来赴约的莫凡 唐岳老师还是 一如既往的 这么美丽动人 莫凡不由地夸赞道 你也不赖 小小年纪 已经是中介魔法师了 这才大师家和大协会里面 也属于天才了 唐岳老师笑着回应道 唐岳老师年纪也不大吧 可我到现在还看不清你的实力 莫凡说道 好了 别装算 我知道你想问博城灾难的时候 我在哪里 唐岳很直接地说道 好吧 我确实想知道 因为我好像感觉 唐岳老师不仅仅是 中介魔法师那么简单 你的身份想必也不一般吧 只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要跑到我们 天兰魔法高中去教书 莫非是做一些 不可告人的事情 又或者 其实你是黑教廷的幕后主使 莫凡说道 唐岳听得一阵翻白眼 这学生 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魔法协会的审判会 你知道吗 唐岳开口说道 听过一点 据说是专门擒触犯了 公约的魔法师的一群 最高执法法师 莫凡说道 嗯 我就是其中一员 事实上 黑教廷在博城的计划 我们是 有所察觉的 可惜 我们也没有料到 他们竟然铺设了 一个这么大的阴谋 以我一个人的力量 也最多牵制一下 黑教廷的那位 名叫撒朗的家伙 剩下的只能够交给展空他们 也怪我 若是能够更早地察觉到 他们的目的 就不会酿成这样的祸端 唐岳并没有打算 对莫凡隐瞒 很直接地表述道 你到博城连两年都不到 而那些人却策划了十年 还多 安插人手 制定计划 显然是上头 还没有很重视 关于博城的事情 否则怎么就派你一个人 到博城卧底来了 莫凡说道 博城的灾难 显然是蓄谋已久 既然审判会的人 已经有所察觉 并且让唐岳一直在博城之中 也算审判会那边的人 并不是一群蠢才 如今 所有新闻媒体 关于博城灾难 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并且黑教廷的信息 也彻底公开了出去 我也把我得知的信息 递交完毕 审判会已经有高层 接手此事了 相信 审判会用不了多久 会给博城一个公道 唐岳说道 算了 不说这么伤心的事情 还是说说你找我来 究竟何事 这个小镇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怎么 看上去干枯干枯的 莫凡 转开了话题道 你观察导也仔细 确实是你说的那样 这座细水镇的水资源 全部干涸了 就像是西北部的干旱一样 唐岳老师严肃地说道 有什么东西在作怪吗 莫凡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在城市猎妖队里久了 莫凡习惯地 会把一些异样的东西 归类到某些妖魔 在滋事 如果真的以为 大城市里没有妖魔 那太天真了 越大的城市 潜伏的妖魔越多 也越吃人不涂骨头 不太清楚 据说也有不少别的城镇 发生了这种怪事 我现在找到的线索 比较有限 所以才需要你 过来协助我 唐岳老师说道 那你真的找对人了 在成为魔法师之前 我就立志成为一个侦探 看过的柯南 没有七百集 也有六百多集 精通各种 哦 我的意思是 你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 莫凡刚想要滔滔不绝 却又不得不一本正经的道 我身份比较敏感 很容易被察觉 待会你去跟踪那个人 不出意外的话 这被我们什么审判 会通缉的家伙身上 会有一些答案 唐岳指了指狼窗之外 一个看上去装扮 很有调调的男子道 他要有什么问题 莫凡询问道 暂时不知道 但根据经验可以判断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个妖 往往是那些 本性扭曲的魔法师 不少这一类 心术不正的魔法师 他们尽管没有进入到 黑教廷中 但伤天害理的事情 并没有少做 杀人越货 又更是家常便饭 你别看那家伙 打扮得有模有样 就像一个杭州贵公子一般 他杀的人 准确地说 他杀的魔法师 不比妖魔少 唐月一脸认真地说道 唐月希望莫凡知道自己 让他前来 并非是打闹的 而是要面对一些 心术不正的魔法师 这些魔法师 他们从来都不会 顾及别人的性命 一旦交火 更是直接伤及 要害 唐月老师 通缉这种穷凶极恶的 法师事情 也叫上我 我怕我应付不了啊 我原本打算 调派一位雷系的 中阶法师过来 但他离得太远了 等到他人赶到 那家伙 也早就跑了 我知道这件事 对你来说 确实有些危险 不过 你帮我拿下了他 我可以答应你 帮助你 觉醒暗影系 唐月也知道 这种事情 对莫凡这种 还算学生的人来说 有些牵强 奈何唐月确实不希望 让这个大通鸡犯 逍遥法患 唐月老师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何必说得那么客气呢 我现在就去跟着那家伙 保证把他户口本 都给查一圈 你个小滑头 不给你一点好处 你是不会好好办事的是吧 唐月美好气地 瞪着莫凡 那娇娇怒怒的 小模样 却是格外风情万种 第125章 火系灵种 从唐月老师手上 又骗了三张雷系的 星图之书 和三张火系的星图之书 如此 莫凡 现在一共有七张 中间魔法的牌 捏在手上 这让莫凡的自信心 一下子增长了许多 初间魔法 终究没法 和中间魔法相比 看看当初那霸道 暴力无比的猎拳 不过 唐月老师也提醒了莫凡 虽然星图之书这种东西 对他唐月算不上是很稀有的东西 但绝大多数想要继续提升实力的魔法师 是不会过度依赖这些辅助道具的 星图之书终究是辅助道理 使用的次数过多 那些星子就越难把控 星子本身与魔法师之间 就需要一直沟通 使用星图之书 就好比将这些星子给别人养 将来 你要这些孩子们听你话 就很困难了 唐月老师建议 莫凡这次 使用完星图之书后 就别再使用了 产生副作用的话 便得不偿失 毕竟以莫凡现在的修炼进度来看 很有望达到更高境界 拿上星图之书后 莫凡 假装成一个很普通的背包客 就那样尾随在那名穷凶极恶的歹徒后面 莫凡其实蛮纳闷的 那人 看上去还蛮英俊潇洒的 为何会做出那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啊 一直步入到了一片荒田 莫凡发现 那名戴着球帽的男子 逗留在了原地 并且好像在检查着什么 这一片原本是一片 还算宽阔的田野 偶尔能够见到几个老农 坐在遮阴棚下面 哀声叹气 本来到了秋天 他们要收获的庄稼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烘干了 能不伤心吗 老伯 你记不记得 这里是什么时候开始干涸的呀 茂南走到一位老农面前 看上去彬彬有礼的样子 大概十天前吧 我家娃跑到上游去吸水 这些死孩子 告诉他们 不要到上游去游泳 惊让我们的庄稼 喝他们的洗澡脏水 哦 他们去吸水 回来告诉我 那里水池浅了很多 根本没法游了 我想 就是那天水 开始变魔术一样的没了 那位穿着一件 脏背心的老农回答道 哦 谢谢 我去那里看看 茂南说道 年轻人 劝你别过去啊 我听说 那里跟烧起来一样 温度特别的高 没事 茂南按照老农的指引 开始往已经彻底干涸的 吸水的上游寻去 这个时候 莫凡尴尬地发现 假如自己再跟上去的话 荒无人烟的 对方很容易发现自己 稍稍等待了片刻 莫凡跑到刚才那名老农跟前 询问他们的对话 原来是去吸水上游了 莫凡暗暗点了点头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跟上去吧 旁边一个女子的声音 悠悠地飘来 莫凡吓了一跳 转头发现 竟然就是唐岳老师 尼玛 会暗影技能了不起啊 要不要这么神出鬼没 那家伙 好像也在寻找 这一带干涸的原因 莫凡对唐岳老师说道 嗯 走吧 不出意外的话 用不了多久 这里会聚集越来越多的人 唐岳老师说道 莫凡听的一阵云里雾里 盈盈感觉这件事 好像并没有唐岳老师 说得那么简单 继续前行 那位老农说的 溪流上游 其实已经入山了 这一路走上去 可以发现整条溪水 都看不到一点点的湿润 甚至连溪水周围的植物 都出现了成片成片的尾年 感觉 是刚旱了一两个月啊 这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假如是旱灾 新闻应该会有报道 才是 我刚才 上网 我擦 这里没信号了 妈蛋 说好的农村也覆盖呢 莫凡低头 看着手机不爽地抱怨道 应该和自然干涵没关系 也没听说过 七月份的杭州 会有这样的干净 继续跟着那个人吧 想必很快就能够知道答案了 唐岳老师说道 莫凡点了点头 刚要开口的时候 突然唐岳老师那白皙如玉的手掌 一下子捂住了他的嘴 莫凡瞪大了眼睛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唐岳老师忽然将他一拉一搂 迅速地引到了旁边的一棵树影之下 掩住气息 唐岳老师吐气如蓝 在莫凡耳边 卷起一阵诱人的香风 幸福来得太突然 莫凡措手不及地掩藏着自己的气息 就这样和身材爆辣的唐岳老师 挤在一棵大树的后面 热风袭来 树影婆娑 两个像是在密林之中 法式热闻的小情侣 身形开始朦胧 朦胧到渐渐融入到了树影下 直到完全地消失 一股浓郁的黑暗气息 充斥在周围 莫凡低下头来 甚至都看不见自己的身子 唯有非常仔细地去看 才可以找到 在树影下重叠的人影轮廓 唐岳老师的影子 则压根看不见 就像完全没有这个人一样 可美妙的香气 还有他身子的那柔软光滑 莫凡全部品尝到了 心神也不由地荡漾了起来 暗爽的时候 不远处传来了脚步声 听上去人数还不少 莫凡收起了那份心思 目光注视着干涸的溪水另一头 树木之间出现了一对人来 老师是猎法师 猎法师经常到安界之外 又要时刻与大自然和妖魔抗衡 他们的装备一般都很讲究 一般一眼就能够认出来 莫凡心里奇怪 莫非这是政府已经发悬赏了 有猎法师前来要道病除 你们尽管相信我 这里一定出现了一个火系的灵种 那些蠢货们居然还以为是干旱 真是太可笑了 一个火系灵种能够卖多少钱 你们都清楚吧 乘着还没有几个人发现的时候 我们赶紧把这个火系灵种给摘了 我们就发达了 走在最前面的一名牛仔发型的男子说道 潘雄 你可别耍我们 我们抛下了一个送钱的悬赏 来这里 要是毛都没有 哼哼 一个脸上有伤疤的男子说道 依我看 这里多半是出现火系灵种了 如果是干旱的话 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 将这里变成这副样子 哪里还是江南地带 简直到了西北接近沙漠区域了 戴着眼镜的男子说道 好 那我们家把剑 以最快的速度锁定火系灵种的位置 这次真要发财了 潘雄 我们都知道 你是火系法师 这火系灵种 你可别自己炼化掉 这东西 我们销售不起 最好卖掉 各自分钱 第126章 双系就是烧钱 火系灵种 莫凡脑子里一下子 冒出了无数个问号来 这貌似是在学校里 并没有提到过的概念吧 莫凡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望向了 离得自己其实很近 很近的唐岳老师 唐岳老师 拥有一张非常精致标准的瓜子脸 美眸明亮 有电力 鼻梁 高挑性感 小嘴红艳迷人 肌肤更是白皙红润 这么近的距离下下 都找不到一点瑕疵 唐岳老师 也发现了 莫凡色眯眯的眼神 凶巴巴地瞪了他一眼道 亵渎老师 可是在以前 可是要被棒打到死的 唐岳姐姐 拜托你看清楚 现在是你摁着我 勾引学生 在以前也是进猪笼的 莫凡说道 唐岳见那群人离开了 这才放开了莫凡 放开莫凡的下一秒 他们的身形 重新出现在了树的后方 看上去非常的诡异 唐岳懒得和莫凡耍嘴皮子 他知道 莫凡肯定不懂得 什么叫灵种 当下也开始了 他为人师表的授业解惑 天地孕育元素 而元素 根据他们生长的环境 也会有品阶之分 一些特别的地方 由于该元素相当活跃 便会产生有灵性的火种 这一类火种 若是被火系魔法师给炼化 吸纳 那么该火系魔法师的火系 技能的威力 将得到成倍的提升 成倍的提升 莫凡一听 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 莫凡很早就发现了 无论你的修为是高师弟 施展出来的魔法威力 基本上相同 就像现在 自己好歹是一个中阶魔法师 可施展出阶魔法 除了施放的速度 比出阶的人快了非常多之外 威力上和出阶魔法师 依旧是一样的 徐大荒 施展的火资 爆裂和现在的自己施展的火资 爆裂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这一点给莫凡 产生了很大的困扰 以前看玄幻小说之类的 别人家技能威力 斗尼玛和修为城 同步提升的好不好 莫凡还以为技能的威力 永远都不可能得到提升了 谁料提升的地方 竟然是在这里 火系灵种 魔法师要通过吸纳 炼化那些天地间 郁郁出来的特殊元素种子 才能够让自己的技能威力上涨 而且 如果是成倍的威力上涨的话 那么是不是可以达到 一个火资 爆裂技能 就可以直接将那些三眼魔狼 巨眼星鼠什么的 秒杀掉 现在莫凡的体内 库存魔能的不是星辰 而是星云 对莫凡现在来说 释放个几十个出阶 魔法也未必会枯竭 中阶魔法杀伤力确实是强 但总不能遇到一小只 就直接放打招轰杀 那样 太浪费蓝量了 动静也太大 更何况 出阶魔法的威力是 比不上中阶魔法 可技能效果 都是扛扛的 比如说 雷系的肌肉麻痹效果 这无论在什么战斗中 都非常实用 最普通的火系灵种 在市场上的价格 也高达2000万 多半还需要近拍争抢 我说这个亡命之徒 为什么敢冒险跑出来游荡 原来是被这火系灵种 给引出来了 唐月老师美目中 闪过一丝了然 红润的 嘴角也勾起了一丝笑意 两 2000万 我的乖乖 可以在上海市区 买一栋大别墅了 莫凡不由地倒吸了一口气 这灵种恐怕比钻石还要贵呢 抱歉 买不起 唐月 给了莫凡一个比仪的眼神 好吧 还是上海房价更离谱 可不管怎么样 就一个小小的火系灵种价值 可以高到这种程度 已经让莫凡很惊讶了 况且 这东西是直接提升火系技能的威力 不仅是初阶魔法 可以得到成倍威力的增长 连中阶魔法 也是成倍增长 就想想猎拳的 那不讲道理的威力 假如 这火焰俱拳 威力再翻上一倍 别说是奴仆级妖魔 给被秒杀了 连战将级妖魔 都未必吃得消吧 对了 我记得慕宁雪那妞 好像就是天生傻种来着 莫凡忽然想起了什么 急忙问道 莫凡怎么说 都是刚来这里没多久 很多知识需要补充 嗯 除了天地郁郁的特殊元素种子之外 某些世家 家族会有一些人 他们天生拥有某灵种 这种人多半觉醒比普通人早几年 并且生来该属性的技能 就比别人强上一倍 甚至更多 慕宁雪应该是天生流离兵种 属于灵品兵种里面 最强的兵类了 威力比繁种的要强二 五倍 像他这样的 释放一个兵慢 覆盖 可以两秒的时间 就将区域内的人给冻住 对付成群的妖魔 更是事半功倍 配合上吐息的地波 来迟缓妖魔群的移动速度的话 就能够冻住好几只妖魔 唐岳老师 很有耐心地给莫凡解释道 莫凡张了张嘴 难怪慕卓云那老混蛋 把慕宁雪当作宝贝一样 全博城的人 也将慕宁雪称之为第一女天才 这 天生比别人强二 五倍的威力 真就横扫同龄人啊 况且 这妞觉醒 还比正常人早个几年 优势太明显了 难怪被帝都学府 直接录取 果然草根没活路 莫凡嘀咕道 唐岳脸上多了几分笑意 看着莫凡道 你的天赋也很逆天了 天生比别人多一戏 真要评价的话 你的这天生双戏比慕宁雪 还更受宠 元素种皆 可以通过吸纳天地孕育的种子 来提升 平白无故多出一个戏来 却可遇不可求 唐岳老师都这么说 我的内心 就平衡了很多 坏处 也有 因为你在同级别修炼的时间 和耗费的资源 要比别人多得多 修为提升不起来 资源太少 也跟废人没啥区别 总而言之 烧钱烧资源 莫凡嘴角一抽 唐老师 步步刀的话 我们还能愉快地做师生 烧钱这块上莫凡是体会到了 别人买心之痕 最多花个五万 搞定了 自己要买两份 一个火系 一个雷系 十万就尼码没了 而且 就拿着灵种来说 自己不关 要获得火系的灵种 貌似还得获得雷系的 一个火系灵种得两千万的话 那么一个雷系的 得贵到什么程度 我靠 这是一辈子住郊区的节奏啊 第127章 鱼翁与黄雀 我是建议你 投靠一个财大气粗的势力 资源 他们会给你出 这样 你会比较有出头之日 当然 你日后也必须对这个势力 言听计从就是了 毕竟他们给你烧了那么多资源 唐岳老师建议道 唐岳老师 我看你也蛮有背景的 不如你包养我吧 有嘴滑舌 唐岳翘脸一红 用杀人的目光 瞪着这个剑学生 别以为他听不懂 里面暗藏的污秽词语 莫凡不敢再造次 老师的大腿 还是要报警的 调戏下 剑好就收 过了 就等着死翘翘吧 两人等那只猎法师队伍走了后 便悄悄地跟上 他们并不敢跟得太紧 这大白天的 唐岳老师的暗影戏技能施展起来 并不是那么完美 很容易被识破的 跟着那些人的足迹 师生两人 找到了溪水的源头 这个溪水源头 其实还被人围得蓄起来 形成一个小小的水库 而现在这水库 早就变成了一个干泥潭 里面 还有一些晒干的鱼骨头 人怎么这么多 果然 这种消息 是很难瞒得住的 躲在暗处 唐岳和莫凡同时发现了 在小水库处 已经出现了两队人马 其中一队人 正是之前那批猎法师 潘雄 八脸男 牛仔蜂 男子 这三个人 除外还有七名队友 此时这批猎法师 就站在靠近山平的地方 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另一队人貌似也刚刚赶到 他们一共就四人 每个人脸上 都带着几分清高之气 他们面对 那只十人的猎法师队伍 竟然丝毫不惧 潘雄 不想以后在杭州城乞讨的话 就乖乖地带着你的人滚蛋 我们东方世家看上的火系林种 就没有被别人奋一杯羹的规矩 其中一名穿着 华贵复古堂装的领头男子说道 这名男子穿着打扮 都非常讲究得体 就连一根头发丝 都好像经过了特别的修饰 走在大街上 估计能够吸引很多少傅的观众 东方世家 莫凡心里开始犯嘀咕了 以前看电视小说 经常都会出现 父姓的避难 往往都蛮牛叉的 没有想到父姓的群体 还确实蛮横的 开口就是东方世家 那种感觉就像一国皇族 原来是东方世家的人 这般眼界比天高的 家伙想必也是冲着火系林种来的 也对 他们东方世家就是以火系闻名 这种机缘又是出现在他们杭州地界 没有理由给别人结族仙灯 唐月自言自语道 唐月自己主修的就是火系 对国内比较有名的火系世家 当然有所了解 他们好像要打起来了 问题是那个帽子男呢 莫凡看两边人马 剑拔弩张 不由的 说道 他肯定躲在某处 让这两拨人鹤棒相争 他坐收渔翁之力 唐月说道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黄雀在后 这一次无论如何 都要把奖务给拿下 唐月老师眼睛里闪过几分决绝 两人说话之时 东方世家的那四人 已经和潘雄的猎法师们打了起来 东方世家的四人全部都是火系 当四人绝对动手的时候 他们每人手掌上 都出现了一团炙热燃烧的火焰 莫凡基本上没看到 他们有任何启示动作 出街的火系魔法火姿 被他们运用得无比娴熟了 仿佛信手捏来 骂阿弹 四个都是中间魔法师 东方世家果然不一般 派出来强火系灵种的人都 清一色中间 这要放在博城一个个都算是大人物了 另一边 那十位猎法师 貌似也不是省油的灯 潘雄 八脸男 牛仔风男子所释放的气息 也都是中阶级别 剩下七人 也都是出街魔法师之中的精英了 三级的出街元素魔法 都在三秒之内完成的 这是一支相当精锐的猎法师队伍 估计是有资本猎杀战将级妖魔的 我们躲远点 免得被波及 唐月老师拉起莫凡 脸部轻轻地一踩 埋入到了一片巨大的绿荫之中 魔法只感觉眼前一花 似乎顿入到了一片虚无的黑暗之中 周围的景物全部消失 等到视线重新清明之后 莫凡惊讶地 发现自己 已经出现在了三十多米开外的 另外一片藤树之影下了 眼睛充满不可思议地 看着身边这位实力深不可测的唐月老师 这叫顿影 暗影戏初阶技能 等你觉醒了暗影戏的话 用不了多久 就会掌握 唐月老师微微一笑 自信而明媚 让莫凡这种少年 一下子就萌生了爱慕 崇敬之意 这样的技术强佑 神秘莫测地欲解有误 那种魅力 简直是从全身都散发出来 让小男人们不轮陷都拿 另一边 东方世家和精锐猎法师队伍 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那暴烈的火姿 频繁震响了这片小小的山林 炙热的火焰 将周围本来就干枯的植物 给烧成了一片火海 莫凡仔细看去 发现这些中间魔法师们 率先出手的时候 都没有施展出中间魔法 想想也是 中间魔法 一共需要把控49颗星子 等你完成了 描画出星图的时候 别人已经轰了 你好几个初间魔法了 初间魔法威力 是没中间强 释放速度 却快太多了 你们掩护我 让他们尝尝的的猎拳 那名穿着 副古装的俊义男子说道 四人明显经常一起战斗 另外三人 马上站成一个品字形 为那名 唐装男子保驾护航 星子一颗颗相连 迅速地连成了星轨 明焰的星轨又再次相互交错 在这名唐装男子的脚下 快速地化为了一副星图 星图一出现 唐装男子整个人 就被赤红色的火焰给包裹着 那模样 就像一个复仇艳魂 庞然的火焰气浪 在他的周围翻滚了起来 本来就燥热的空气温度 骤然上升 掉入了一个大火炉之中版 猎拳 轰天 看到唐装男子 完成了中阶的火系魔法之后 前方那三人 第一时间往两边撤开 一声呐喊 唐装男子将浑身的烈焰都聚集在了右手上 这架势 这姿势 这气势 莫凡再熟悉不过了 第128章 中阶之战 这名唐装男子 显然迈入到中阶 有一些时间了 他施展的流畅程度 比莫凡高了不少 最重要的是 别人是凭靠着自己的 把空埋描画出星图的 三人散开 顿时一个巨大的轰天烈焰拳头 被打出 这小小的山岭 好像承受不了这磅礴的火焰力量 已经剧烈地颤动了起来 热气更加凶地翻滚了起来 周围的树木 都快被折断了 树冠纷纷被压弯到触手可及的地方 烈焰俱拳 横冲直撞 猎法师们 纷纷下地退散开 唯有那名牛仔男站在原地 没有一点闪避的意思 甚至 眼睛里 还流露出了些许不屑 炎杖 零食 牛仔男子 大喝一声 双掌 狠狠地往前推出 烈焰火蛇之中 可以看到 一道岩石屏障凭空出现 就在这名男子的面前 形成了一个灵巡的硕大湖面 灵巡 岩石屁障 就像一面将众人保护在里面的山墙 厚度相当之高 无间不摧一般 那足以在山石上 轰开一个大洞的烈焰巨拳 打在上面之后 竟然仅仅只是 留下了一个凹陷 所有的火焰之浪 也只能够随着顺着 整个岩石屁障的湖面周围翻腾 被保护在后面的人 没有受到一点热浪的烫伤 莫凡看到这一幕后 更是长大了 嘴巴 猎拳的威力 莫凡是知道的 中央最强的烈焰 足以将建筑物的墙体 给烧成粉末 接下去的冲击力 足以摧毁一座普通的平房 可是当这威力十足的猎拳 轰在那人的岩石壁杖上的时候 竟然彻底被挡住了 那名直面猎拳的牛仔男子 毫发无伤 他身后的那些人 同样没有事 中阶岩戏技能岩障 中阶以前最强的防御类魔法 唐岳这位 老师还是很合格的 很快给对中阶领域 还很陌生的莫凡解释道 长姿势了 莫凡感叹道 在出阶 大家只拥有一个技能的情况下 所谓的魔法决斗 简直就是你一拳我一拳的肉搏 而到了中阶 每个人都拥有四个技能之后 魔法师之间的战斗 才变得有剑招拆招 你供我守的多种方式 猎法师队伍们 虽然不是出身名门 可他们的队伍 搭配上却非常的合理 在牛仔男子完成了防御之后 那名八脸男 在这炎障的保护下 也完成了风系的中阶魔法 风盘 龙卷 有那么一瞬间 这一片环山的小水库范围之内 感觉不到一丝空气的流动 树叶不摆 尘埃不扬 莫名的压抑 让人感觉这里的氧气 都被抽得空了 呼呼呼呼 黄蜂猛然大作 刚才还弥漫的灶热空气 在这腰风下迅速地消散 紧接着站在小水库之中的人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方圆数百米的气流 都在往一个特定的区域 疯狂地灌入 这种四面八方气流的聚集 更是在整个空气最压一点 慢慢地卷起了一座 悚然的风之龙卷 风之龙卷 扬起了所有的尘土 化为了黄蒙蒙一条 由地面而要腾空的龙蛇之躯 就连周围的树木 都无法承受 这种剧烈盘卷的力量 要被生生地拔地而起 狂风刮在脸上 生生作疼 莫凡已经不太看得 清小水库的状况了 一片混乱 莫凡是见识过 风系中间魔法的 此刻再次看到 内心依然波澜不已 和初阶的风轨比起来 这中阶的风系魔法 简直就是一个暴龙啊 破坏力同样非常可怕 一阵龙卷过后 这小水库就彻底变样了 树木弯折的弯折 倒塌的倒塌 沙石到处都是 狼藉一片的中央 正是东方世家的 那四名魔法师 他们似乎使用了 某件模具来抵挡 并没有完全被卷到高空中 否则那样摔下来半条命 肯定就没有了 四人抵挡是抵挡下来了 样子却很狼狈 那位穿着糖装的家伙 脸上还隐隐作怒 双方怒火是彻底焚烧了起来 魔法师们更不再保留的 施展各自系的中阶技能 莫凡和唐月两人 又特别撤离了个五六十米 才算是免于波及 双方战斗持续了有十分钟 魔具的底牌也纷纷地抛出 最终还是 那名穿着糖装的男子 施展了一个斩魔具 一举击垮了那名八男的严障防御 将猎法师队伍震得飞出去很远 一旦有人被攻破 这群本就需要团队配合的猎法师们 便被那四名中阶法师逐一击破 我今天卖你们猎者联盟一个面子 再不滚 就把你们全部烧成灰烬 相信审判会的人来了 也找不到一点证据 糖装男子怒喝一句 手掌上更是凝聚出了一团 炙热的金色光芒 潘雄等人 此时心里纵然有亿万的憋屈 也无力再抵抗了 他们倒不是技不如人 实在是这些世家们 一身魔具装备 好不容易在经验和释放技巧上 压制了对方 结果被人一个魔具给轻易化解了 这个时候 世家和草根魔法师之前的区别 还是体现得相当明显了 我们走 潘雄一咬牙 马上扶起了旁边那名 已经被轰得昏迷不醒的队友 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这里并没有人直接死亡 事实上 东方世家的人 完全有机会将他们的人杀死 忌惮审判会的缘故 才没有下杀手 魔法师之间在野外争夺魁宝 而相互厮杀的事情屡见不鲜 那些踏入到更高领域的魔法师们 多半手上都沾着同伴鲜血的 和那火系灵种相比 他们还是觉得自己的性命更重要一些 一干人等迅速地退去了 几乎没有什么 战斗力的他们 并没有在这里做过多的逗留 而终于将竞争者 赶走的那四名东方家族成员 看见猎法师队伍离开后 一个个反倒是大松了一口气 妈的 他们要跟我们死拼 估计我们损失也很大 我星云都快要枯竭了 头发倒数如花花公子的青年 说道 是啊 还是俊阁老道 直接吓退他们 那名穿糖装的男子 脸上其实也有几分不轻松 这般猎法师都是与妖魔对抗的 实战能力比生活在城市里的中阶法师们 强太多了 要不是他今天带的这三个 都属于世家的精英 没准就在在这里了 猎者联盟的人 果然不是很好惹 第129章 诅咒戏 人走了 我们开始收宝贝吧 则则 这东西归我 至于别的好处 我心情好的话 可以让你们死得稍微痛快一点 私人正在打算收宝贝的时候 一个阴冷的声音诡异地飘来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棒球帽 一张看上去 还有几分俊俏的脸庞 这名男子走出来之后 原本魔法 交战后遗留的混沌空气温度 竟然也下降了几分 一股子寒冷 穿透过了皮肤 刺入到骨髓里 强者的气息 冷漠的杀意 这看上去跟一名书生般的亡命之徒 此刻彻底暴露出了 自己那如同妖魔一般的暴力 眼睛不夹杂任何感情地 扫射着东方家族的 这四名魔法师 你又是什么东西 哼 竟然想要坐收鱼翁之力 东方骏脸上 马上涌起一阵恼目 我的名字 你们没准你听过 朝贺 亡命之徒 将那遮掩住半张脸的帽子 慢慢地取了下来 顿时露出了一张邪魅脸庞 令人 骇然的是他的额头上 还有明显 被烙铁烙过的痕迹 这种烙印的人 多半是被审判会 已经判处死刑的 朝贺 是 是那个杀人魔 头发倒梳的青年不由地说道 东方世家 我印象中 你们有个叫东方骏的女孩吧 蛮有味道的 朝贺咧开嘴笑了起来 你这个畜生 竟然玩弄我们东方世家的弟子 哦 玩弄起来挺一般 我是说 他吃起来蛮有味道的 朝贺舔了舔嘴唇 整个人看上去 就像一个血魔 四人 听完这句话 已经感觉到鸡皮疙瘩都冒起来了 他们都知道 那名叫做东方骏的童宗女孩 被朝贺这个狂魔给捋走了 谁能想到这个变态 把人直接吃了 另一边 莫凡看了一眼自己的唐月老师 心中 同样骇然不已 这家伙丧心病狂啊 连人都吃 跟妖魔有什么区别 所以这次绝不能放过他 唐月眼神凛然道 东方世家的这四个人 实力不弱 应该 莫凡刚要 说话 那个叫做朝贺的变态 开始诡异地大笑 他的笑声可怕至极 感觉是吸血蝙蝠 在发出的刺耳声音 狂笑的过程中 莫凡猛然间发现一个黑魂的东西 缓缓地从高处降落下来 就像是一张 早已经布置在上面的 黑色粘稠的蜘蛛网 又像是 某种生物粘稠的爪子拍了下来 其实我比你们先当 这个邪猪之警 就是我为你们准备的见面里了 黑色的爪子 黑色的猪网 抬起头来 隐隐约约可以看见 这个笼罩而下的黑色陷阱上方 有一个惊悚的邪恶狂猪的灵影 他那一对对眼睛 绽放出贪婪的光芒 舍人心魄 是诅咒献 快逃 东方骏脸色大变地叫了一声 其他人更是一片慌乱 他们压根没有见过这种 被看不见的黑丝捆绑住全身的魔法 在这个捆绑的过程中 他们只要一闭上眼睛 去尝试着释放魔法 精神世界 马上会出现 那只邪恶狂猪 那恐怖的身躯 和令人灵魂一颤的瞳孔 恶心的躯体 密集的瞳孔 在这样的精神恐惧下 他们根本无法把控任何一颗心子 糟了 来不及了 唐月猛地站了起来 脸上也多了几分苍白 原本唐月是想在朝贺出手 对付东方世家 四人的时候 雷霆出手 瞬间将昭和这个通缉犯 给彻底制服了 谁料昭和竟然早早地在这里 布置了一张诅咒之网 只在一瞬间 便将东方世家四人 给控制住 诅咒系的技能 素来阴险狡诈 防不胜防 东方世家 四人之前的注意力 全在猎法师队伍那里 等他们底牌几乎用光的时候 朝贺开启中阶的诅咒魔法 直接一网打尽 不费吹灰之力 况且 这邪诛之警 还是修炼到了第三集 邪恶狂诛的亡魂 会变成一个进攻人精神的鬼怪 让落入陷阱的人 根本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 东方世家的这四人 实战能力是不弱 却也防备不了这种诅咒暗算 一旦落入到陷阱里 他们四个人跟废人 没有一点区别 完全就是待宰羔羊 我们应该庆幸 没有过早的出现 不然中陷阱的就是我们 莫凡沉着脸说道 唐岳老师要对付的这个通缉犯 简直比妖魔还要可怕 这家伙 就像大自然的蜘蛛 无形的网 就放在那里 踩进去的时候 还浑然不知 直到他将网狠狠地一收 于是死神站在了你的面前 但愿他们有人 是心灵系 或者光系 不然死定了 唐岳很想救他们 奈何他现在出手一点用都没有 他主修火系 刺修暗系 这两系的技能 都无法破解掉诅咒系的魔法 雷系管用吗 莫凡已经拿出了新图之书 唐岳马上摇了摇头道 诅咒系的所有技能 都是提前释放的 就算用雷系 直接将释放者 轰杀了 也无济于事 诅咒依然会持续地 蚕食着他们四个人的生命 也就是说 从他们四个人踏入这里 并且没有察觉到诅咒开始 他们性命 已经是不属于自己了 这家伙真可怕 莫凡不由的心中一凉 唐岳咬紧了唇边 神情肃然 作为审判员 他有义务去救人 奈何他现在 只能够眼睁睁地 看着那四人 被诅咒吞噬生命 他不能出手 他出手 也就不了东方世家的四人 他得等 等到朝贺这个变态放松 警惕地去收获 火系灵种的时候 将他瞬间制服 这次再让他逃掉的话 又不知道多少人要遭殃 第130章 巨影钉 黑色透明的丝 已经缠绕在了 东方世家的那四人身上 甚至可以感觉 他们的灵魂 正在被什么邪恶的东西 一点一点抽走一般 一个个养着脸面容 呆滞 稍微有一些反抗之力的 就是那位修为更高的东方君 他看上去很痛苦的样子 带着至深的愤怒道 你杀了我们 我们东方世家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果然名门世家出脑残 审判会我都不怕 会怕你们东方世家 朝贺阴冷地笑着道 朝贺没有再去理会这些 正在被慢慢抽走灵魂精气的人 目光锁定了那军裂的 非常严重的小水库底部 其实朝贺也很惊讶 这里明明是一片水源 为何会出现灵品火种 难不成是地火 地火一般是地底世界的地下热量 经过了数千年的淬炼 慢慢孕育出来的 这种火焰在火种里面 还算是比较温顺 比较容易降服炼化的 这种火焰 是绝大多数火系魔法师的上上选 由于温顺且威力不俗 往往又是在近拍之中 价格卖得最好的 一份这种元素灵种 价格高到好几千万 假如炼化失败 都想自费武功了 很好 地火 实力大增的我就可以无所欲为了 朝贺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 他离高阶魔法师 还有一个很大的鸿沟 难以跨越 这种情况下 有很长的时间 他的实力都没法得到提升 有了这地火 他的火系魔法成倍提升 看那些不长眼的猎人和审判员 还敢不敢找自己麻烦 哄 一声鸣响 水库干裂的底部被豁然炸开 出现了一个烧焦了的大洞 那地火藏得并不深 往往这种元素灵种 会导致周围的环境 大洞炸开之后 一股子地下热浪 好像冲破了枷锁一般 化为了一道烈焰之柱 一下子冲天起 看着这壮丽的火焰之柱 朝贺整张脸都笑得扭曲起来 竟然真的有火系灵种 从这不夹杂一丝杂质的烟红 就可以判断这是地火之中 相当纯净的眉眼 普通的火焰 全部都是呈现赤红色 这种赤红色的火焰 只能够称之为反种 任何一位觉醒了 火系的魔法师 都只能够支配这种火焰 而盐 便是灵种的名次 唯有天地郁郁而生 富有特殊灵性的火焰 才能够称之为盐 而这种遍体烟红色的盐 更称之为霉盐 烈焰的温度 远比其他火系灵种要高 可以说是 简单粗暴 这样的瑰宝 冒在大的风险 杀再多的人 也绝对值得呀 朝贺整个人激动地颤抖了起来 他这欣喜若狂的模样 倒是和旁边另外四名 跟被什么 榨干了灵魂一样的 东方世家尸体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在这里静观其变 我先出手 唐月低声对莫凡说道 我不用出手吗 莫凡指着自己鼻子 问道 对手是一个杀人魔 我让你来 只是多一层保障 不是让你来对付这种变态的 唐月认真地说道 在唐月看来 莫凡终究只是一个学生 换做是其他人 看着那四名 东方家族的中间魔法师惨死 估计直接就吓得腿软了 他知道 莫凡这家伙 若不是审判会那边 正在亲力追击搏城灾难 实在调派不出人手来 唐月也不会让莫凡 摄入到这样威胁的行动中 唐月老师已经这样说了 莫凡只能够待在那里 那一边 曹赫已经将双手 直接触摸到 那涌起的眉颜之柱上了 可以明显看到 有特殊的烟红色能量 正在注入到曹赫的身体之中 曹赫正仰着头 一脸享受的样子 唐月稍稍等待了片刻 终于是要动手了 她妙慢的身躯 能够自如地 在每一棵树影下穿梭 仿佛几个眨眼的功夫 唐月已经出现在了 朝贺的后方 当莫凡看到唐月 已经在施展 她的暗影性魔法的时候 不自觉地平住了呼吸 好像自己喘气中了一些 都会惊醒那个变态魔 先是一道道暗色的 心鬼 他们灵巧地 在唐月老师的脚下 快速地交织着 迅速地组成了一副 暗色充满神秘力量的星图 星图完成显现之后 可以看到唐月老师 一个若隐若现的巨钉 巨影钉看上去 蕴藏着浓浓的黑暗力量 甚至让周围的树影 都出现了严重的扭曲 但它的形成却悄然无声 甚至于 在这巨影钉 骤然划破前方的空间的时候 紧紧惊奇的是一丝丝影子的涟漪 没有发出一点点的声音 莫凡有些骇然地看着那巨影钉 不由低头扫过的她 赫然发现 这巨影钉凭空消失在 原本离弦而出的轨迹上 唯有地面上 一个急速移掠而过的轮廓之影 表明这东西是真的存在着的 这是暗影系的中阶魔法 莫凡心中恶然 如此不见形态 没有声响的技能 是到底要怎么防备啊 巨影钉穿过树林 猛然间出现在了巨影钉的影子上 这巨影钉攻击的并非是巨影钉的本身 而是它的影子 火柱尽管耀眼绚丽 照亮了周围 可巨影钉的影子 还是映了出来 非常的明显 唐月老师从林子里射出的巨影钉 无比准确地命中了巨影子 就像真有一个剑钉一般的东西 将人定死在那里一样 巨影钉浑身剧烈的一颤 他被钉在那里的影子 无法挪动半分 同样的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也好像被钉住了一样 竟然也无法动弹 唐月看到巨影钉被自己成功钉住 脸上才有了一丝轻松 巨影钉应该是中阶魔法之中禁锢 能力最强的魔法之一了 他无法对任何生物 造成一点点的伤害 却可以像点穴一样 封住敌人的行动 更直接封住敌人的意念 使得他短时间内 无法施展任何一个魔法 这具影钉目标是影子 使用盾魔具和铠魔具 都无法抵挡的 黄雀在后 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朝贺很僵硬 很僵硬地转动着身躯 那种感觉 就像是胸膛被什么东西穿着时 艰难地转动一样 你的手上又多了四条人命 还都是中阶魔法师 你何止要上死刑 连灵魂都得一起宣判 唐月冷峻地从林子中走出 那双眼中带着执法者的威严与愤怒 注视着朝贺